小男孩第一次上学 惊吓得同学们对比三社 原来他患有鸟面综合症 这是一种基因突变疾病 小男孩从出生到现在 一共做了27次手术 才恢复了视力 摆脱掉注定器 可他的外貌却无法改变 为此小男孩很自卑 在外面总得戴上宇航员头盔 才能自在地玩耍 但小男孩长大总得融入社会 学会独立生活 于是母亲狠心 在他十岁这年 把他送到学校上学 小男孩叫奥吉 第一次面对群陌生人 他很勤张很无措 怕自己会被嘲笑 而事实上 情况比他想得更糟糕 第一天上学 他被全校的同学孤立 没有人给他打招呼 上体育课时 他成了大家的标靶 一个接一个的 往他身上扔球 更过分的是富二代 他跟奥吉是同班同学 校长让他带三个同学 帮奥吉出去校园环境 四个人来到科学教室 富二代知道他没上过学 觉得奥吉呢 肯定是个笨蛋 于是拿起个东西 告诉奥吉 这是黑板餐 抨击完智商不够 富二代又闻奥吉的脸 是不是出了车祸 或者遭遇了火灾 才变得这么奇怪 旁边的女生 立刻出声制止 另一个男孩 也赶紧让他闭嘴 富二代呢 却觉得自己没错 那么奥吉 该怎么对付富二代呢 具体让贝亚讲讲 这是奥吉开口了 说富二代在刚才说错了一个单词 要不然让我妈妈也教教你吧 奥吉虽然自卑但并不软弱 可富二代 被当中羞辱之上 势必要报复回去 在课堂上 老师让奥吉介绍自己 他说自己很喜欢看星球大战 所以留了绝地血脱的小辫子 富二代却嘲笑他 长得像里面的反派 而老师很聪明 让连一个同学念黑板上写的句子 当你需要在正确和善良之间抉择时 记得选择善良 但富二代是快朽木 不知道老师在点他 放学的时候 跟在奥吉后面 说他是丑八怪 于是奥吉一气之下 回去剪掉了留了很多年的小辫子 但这还没有完 在吃饭时 奥吉一个人独作 大家都把他当成瘟疫 离得他远远的 富二代嘲讽他吃东西像怪兽 害得他逼住嘴 饿了一整天 富二代还经常给他话笑像话 放大他的缺点 嘲讽他的长相 就连班级大合影 他也背负二代给辟掉了 上面还写了句扎心的话 不允许怪物出现 于是奥吉自闭了 回到家立刻来上头盔 吃饭也不摘下来 父母和姐姐问他怎么了 奥吉却烦躁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他不想让家人为他担心 但母亲却敏锐地觉察到 奥吉在学校受到了欺负 奥吉摘下头盔 伤心地问妈妈 我为什么长得这么丑 母亲安慰他 你一点也不丑 奥吉却不相信 你不过因为是我妈妈 所以必须这么说 母亲耐心地表示 正是因为我是你的妈妈 所以才最了解你 但奥吉还是很自卑 母亲指了指自己的周温 告诉奥吉 他记录了人生的经历 所以这是特色不是丑陋 小奥吉受伤的心灵 得到了安慰 终于露出了笑容 跟妈妈抱在一起 第二天 一家人送他去上学 父亲给了他两条忠告 第一 一堂课置举一次手 避免奥吉被同学们过度关注 第二 你并不孤独 因为奥吉有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于是小奥吉重新振作 一步一步地走向校园 而母亲在过去经常对他说 如果你不喜欢现在带的地方 就想象一下你向往的地方吧 而奥吉喜欢星球大战 他便幻想自己成为了宇航员 接受大家的欢迎与掌声 如今的奥吉又坚强了一点 在科学课上 老师问同学们 运动中的物体将保持运动状态 除非 大家一眼蒙圈 谁也会打不上来 这是奥吉表示 除非受到外力作用 这是牛顿第一定律 富二代很是羡慕极度狠 不明白奥吉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 奥吉在过去十年 父母从没放松过对他的知识管输 所以这才使得小奥吉 虽然自卑却并不软弱 这下 小奥吉在学业上逐渐找到了自信 一到科学课上他就成了课代表 这天科学老师把水倒入一个玻璃杯中 后面摆放的单词 瞬间颠倒了顺序 同学们发出警户 老师问大家这是什么现象 同学们都不知道 只有奥吉举手告诉老师 折射 获得了表扬 与此同时 大家也逐渐发现奥吉是个小学霸 对他不再冷言其事 但是依旧没人跟他做朋友 在随堂小考中 旁边的同学杰克 也就是带奥吉参观学校的男孩之一 他在一旁民思哭响 始终写不出答案 奥吉看到后 用铅笔敲了敲他 然后指了纸卷子 杰克立即心领神会 趁老师不注意 赶紧抄下来 虽然这个行为不正确 但小奥吉却因此交到了第一个好朋友 考完试之后 杰克不再像以前 跟富二代坐在一起吃饭 而是坐到了奥吉面前 今天多谢你帮我 奥吉却表示 自己不喜欢和人面对面吃饭 说自己的吃饭的样子像怪兽 杰克却毫不在意 笑着表示自己也识 然后把整张脸埋进残盘里的面包 模仿怪兽吃饭 让奥吉笑出了声 小奥吉觉得 此时此刻 自己像是踏上了月球的宇航员 终于完成了梦想 母亲来接他时 两个人有说有笑 一路同行 让他难以置信 但更多的是激动 到了周末 奥吉邀请杰克来家里玩耍 他们的友情越来越深 奥吉也越来越开朗 很快万圣街到了 奥吉最喜欢这个节日 因为在这一天 他可以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 自心地跟对方机长 不用再担心 他的脸会被别人看到 可否阿代却故意要跟奥吉过不去 不仅扮成了星球大战里的反派 甚至还问杰克 为什么天天跟奥吉混在一起 杰克没心没肺地回答 是校长让他帮奥吉融入校园生活的 旁边的同学跟着附和 肯定很烦吧 奥吉的心盾食量了板结 他没有冲上去打杰克 心里的自卑促使他选择逃跑 但朋友的背叛 让他难过到上吐下泻 母亲接到消息后 立刻把奥吉接回了家 姐姐看到奥吉回来后 闭门不出 于是换了一身万圣洁装扮 想哄弟弟开心 但奥吉却极严厉色地 让他离开自己的房间 姐姐却坐下来 贴心地安慰他 奥吉这才说出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愤怒地表示 自己讨厌上学 姐姐表示 今天不顺的人不只是奥吉一个 但奥吉却不明白 难道还有比好朋友嫌弃自己 更绝望的事情吗 但巧合的是 他却是发生了跟他一样的事情 奥吉的姐姐叫维亚 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小美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甚至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就连奥吉的头盔都是小美送的 但就在最近 小美却突然开始疏远他 什么话都不跟他说 吃饭也不再跟他一起 而是有了新的朋友圈 甚至一改往日风格 还飘了粉色的头发 从小到大 因为奥吉的缺陷 父母总是忽略维亚 把爱都给了奥吉 所以他就只有小美 这一个贴心的朋友 但他不知道小美 为什么疏远他 而今天母亲 好不容易答应 跟他再嫁过一天 没有奥吉的日子 结果 还是因为奥吉 打破了他的美好时光 他愤怒地摔掉遥控 发现心中的不满 可当他的这奥吉 被好朋友背叛时 还是忍不住关心 这个受尽伤害的弟弟 不过维亚也很幸运 同学小黑了 一助人邀请他加入戏剧社 为自己的大学生活 添加一丝不一样的色彩 维亚感受到了 北种式的温暖 渐渐开朗起来 跟小黑也顺利成章 变成了情侣 维亚还带小黑回了家 奥吉露出小恶魔属性 对两人搞怪了一番 小美看到维亚 又恢复了灿烂的表情 心里有点难过 他悄悄来到维亚家门口 看到他们一家四口 幸福地说说笑笑 顿时觉得自己 没脸再去见他 于是悄悄给奥吉打电话 让他帮忙转告 自己很想念维亚 原来就在最近 小美的父亲出轨了 母亲整日借酒消愁 她不想回去 面对这个破碎的家 便去参加了夏令营 为了融入那里 她把维亚的家庭状况 编在了自己身上 顿时受到大家欢迎 于是小美有了一群朋友 暂时忘记了悲伤 但她却再也无法 面对善良的维亚 小奥吉对此感同身受 没人能比他更了解 被朋友背叛的痛苦 于是到了学校 他不再跟杰克说话 也不再跟杰克一起吃饭 而杰克却一脸懵圈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奥吉又成了一座孤独的岛 同学们在背后猜测 是杰克被奥吉 传染了瘟疫才绝交的 小孩子的看法总是很童真 不过一旁的女孩 却并不这么看 于是他端着餐盘 坐到奥吉对面 主动介绍自己叫夏天 想跟他交朋友 而奥吉却以为 他也是小长派来的酒兵 夏天愤怒地说 没有我发誓 夏天的声音很大 吸引了其他同学的目光 奥吉这才相信 他并没有说谎 但奥吉很好奇 夏天为什么要跟他交朋友 夏天很直率 表示自己想换一个高质量的朋友 于是伸出了手 奥吉却问他 不怕被自己传染瘟疫吗 夏天自省一笑 表示毫不在意 接着两人握手 奥吉交到了第二个好朋友 夏天还得知了 奥吉跟杰克绝交了真相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到了冬天 奥吉变得越来越开心 而杰克一旧想跟奥吉和好 却只能看着 奥吉跟夏天一起滑雪一起打闹 奥吉的母亲也重新捡起了论文 准备完成硕士学业 当初他为了奥吉 选择放弃学业和工作 在如今终于迎来希望 所有人都很开心 除了杰克 寒假结束后来到学校 他跟富二代分享 自己在寒假爬了骷髅山 表示特别好玩 富二代却不屑地表示 那不就是一座垃圾山吗 杰克很失望 他觉得只有奥吉才是他的指引 然而过了这么长时间 他还是不知道奥吉为何疏远他 一开始 校长让他帮奥吉尽快熟悉校园生活 虽然很不情愿 但还是照做了 结果他发现 奥吉不仅头脑聪明 甚至还很会开玩笑 他很喜欢这个新朋友 经常觉得站在讲台上 帮老师做实验的奥吉 浑身散发着耀眼光芒 所以到了后来 他是真心想跟奥吉做朋友 于是杰克憋不住了 他问夏天 奥吉为什么不理他 而夏天不想背叛奥吉 便只说了两个字 鬼脸 杰克还是一脸蒙蔽 他在科学课上明思苦想 就在这时 他忽然想明白了 是万圣洁那天 他跟富二代聊天 看到一个带鬼脸面具的人 站在自己眼前 那时他以为是别的同学 没想到居然是奥吉 这是老师要求同学们 两两一组做科学实验 富二代偏偏出来唱反调 跟老师说 要让杰克跟他和另一个同学 组成三人小组 目的是让奥吉落单 而杰克却立刻表示 自己要跟奥吉一组 下课之后 富二代追上杰克 问他为什么临时反悔 杰克表示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富二代却急了 问他真的想跟怪胎一组吗 杰克顿时火冒三丈 狠狠给了富二代一拳 但对方也不是后惹的 两人瞬间扭打起来 奥吉看到这一幕 顿时觉得 自己似乎误会了杰克 事后校长体谅杰克 为朋友出气的一起行为 只惩罚杰克听课两天 但富二代的父母却不依不饶 让校长给个说法 否则就撤销给学校的赞助 但校长也不是吃素的 他表示 自己背后还有很多投资人 然后校长拿出了 背富二代批掉奥吉的合照 一记上面的话 谁知富二代的母亲表示 人是他批的 话是他写的 跟他儿子没有半毛钱关系 甚至还反咬一口 表示奥吉的长相会下到学校的同学 应该立刻开除奥吉 校长很斯文地拿出了其他证据 富二代的罪证 被一摆在面前 他的父母也无法辩驳 这时校长表示 奥吉不能改变他的外貌 但我们可以改变 看待他的方式 这一番话点醒了富二代 他顿时觉得自己确实很过分 但他的父母却要给他转学 在临走时 富二代转身跟校长说 我很抱歉 与此同时 杰克虽然停课在家 但却不忘记跟奥吉修复友情关系 他在游戏里问奥吉 是否能跟他和好 奥吉在得制打架真相后 便选择了原谅 两人又成了好朋友 在杰克恢复上课之后 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 奥吉跟大家一起划船一起拔河 他终于被同学们接受了 而奥吉的童年在此刻 才刚刚开始 看电影的时候 杰克带奥吉出去防风 走到半路杰克想尿尿 奥吉陪他一起 结果就在这时 高年级的同学突然从后面出现 他们看到奥吉脸 被冷不定地吓了一跳 说奥吉是拐胎 奥吉自备地地下头 他不知道怎么辩驳 杰克却一把拉住他 要带他离开这里 但对方拦住他们 不停地调侃奥吉的长相 甚至还想上手摸他 杰克一把打掉对方的手 结果被一把推倒 后脑磕在石头上 疼得他战斗站不起来 奥吉看到这幕 心里也火了 他挡在杰克身前 摆出战斗的姿势 尽管他很害怕 但他还是勇敢地站出来 保护朋友 结果也被一把推倒 就在这时 有三个同学过来了 他们曾是富二代的小跟班 为首的小胖子 立刻冲过来抓住对方的老大 接着跟大家一起 把他们按在地上一顿胖揍 而小胖子很仗义 让他俩先跑 于是奥吉带着杰克跑到了海边 随后小胖子三人也跟了过来 但奥吉却很诧异 他们怎么会来帮自己 原来刚才两人出来时 被小胖子发现了 而在富二代转学之后 他们三个人也觉得 之前对奥吉的所作所为 很过分很懊恼 所以才跟过来想道歉 没想到却意外救了他们 这是奥吉走到海边 此刻的他看着大海 心里很激动也很伤心 激动的是 他度过9980亿难 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伤心的是 他的人生真的好艰难 不过现在却已经是苦尽甘来 现在就只剩小美还没有得到原谅 在话剧表演当天 他告诉导演 自己突然拉肚子上不了台 只能让维亚替他演出 而维亚是女主角的替补 早就将台词兰属于心 而小美希望维亚能真正地发一次光 让所有人的目光都为他而来 奥吉和父母本以为 这次是来给小美加油的 但却没想到话剧一开场 女主角竟然变成了维亚 母亲赶紧把眼睛从丈夫脸上摘掉 字字细细地看女儿表演 母亲想到 维亚在过四随生日是许的生日愿望 是想要有一个弟弟 没想到梦想成真 但此刻她才意识到 自己忽略了维亚的成长 心中一阵心酸 不过来日方长 那些缺失的陪伴与关爱 她会加倍补偿给女儿 话剧结束后 维亚和小美重新和好 欢快的笑声在此回归到每个人的脸上 奥吉和杰克 也做出了他们的科学作业 诗歌的暗箱 而里面别有洞天 进去的人 会把外面的景象变成电影 他们拿下了第一名 又是一年夏天 奥吉的小学生涯终于来到了尾声 在毕业典礼上 奥吉对母亲说 谢谢 谢什么 让我来上学 而母亲欣慰地告诉她 你就是个奇迹 这是校长上台 她要颁发一个重要奖项 叫卓越奖 只有学习好成绩好人品好 合作出优秀表率的学生 才能获得次响殊荣 校长表示 获奖的这名学生写过一句话 伟大不是因为强大 而在于善用力量 唯一做到这句话的人正是奥吉 他用自身的魅力 显示出最善良的力量 奥吉曾经被困在一个小小的头盔里 他渴望被看见 却又害怕被看见 天生的缺陷让他常常自卑 而自卑会催熟一个人的心智 奥吉小小年纪便知道 他的母亲 为他放弃了学业和事业 只能有父亲一个人 撑起家里的开销 而他的姐姐因为他的存在 常常被忽略 所以他不能自暴自弃 他必须走出去 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 他也得走出去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外面的广阔天地 所以他自卑却不懦弱 在父母的引导下 他始终心怀善良 面对同学的欺负 他做不到医院抱怨 只能默默吞下苦水 回到家也不想告诉父母 不想让他们担心 而杰克的背叛 他也只是默默生气 没有到处宣扬 正是他的不便和他的善良 感染了周围的人 教会了同学们如何做个善良的人 如何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 所以这个奖项奥基实至名归 那么现在 奥基同学是否可以上台领奖了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所有同学家长和老师 都真心地为他送上祝福 奥基在大家的注视下 潇洒地走上领奖台 校长与他握手 把奖牌挂在他的脖子上 就连已经转学的富二代 也出现在台下 真诚地为他鼓掌喝彩 这一刻 奥基真正领悟到了 自己的不普通 不是来源于长相 而是他用善良创造了奇迹 如果必须要在善良的前面 加上一个词 那必定是用不言弃 就像夏天在课堂上读的那句话 当你需要在正确和善良之间抉择时 记得选择善良 本人叫奇迹男孩 本期问题 你身边的同学或者朋友 有残疾人吗 有的扣三一 没有扣三二 如果有的话 大家不要欺负他 一定要帮助他们 其实我们都是奇迹男孩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 可能是坚持 可能是善良 也可能是城池 无论是哪一种 只要坚持下去 就会变成不普通的你 就像奥吉一样 他如同泥杯 能让光影折射的水 折射出每个人的善意 本篇好看 推荐去款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熊永点赞 留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